问题想问你 如果这个昨天呢 你也介绍了说 英国的这个奥运经济的提振作用似乎不太明显 那么通过你今天一早在牛津街啊 威斯敏斯特街店面的观察 是不是有了变化 嗯 是这样的 实际通过我们的观察 因为尤其我们在前方的工作强度比较大 所以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各个街区去逛街啊 或者去看一看 所以呢 我们的观察并不是太明显 但是呢 我们想看看 来 每日邮报 每日邮报上面呢 有一篇报道 我们从这个视角再去看看伦敦的商业 我们看这上面被吊在半空中的这个人是谁呢 在伦敦呢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大名鼎鼎 那就是伦敦市的市长鲍里斯约翰逊 为什么他会被吊在半空中呢 就是因为8月1号 那么英国是夺得了奥运会的首埋金牌 那么这位市长是专程赶往了东伦敦的维多利亚花园 玩高空飞锁 要亲民来庆祝 但谁知道呢 这缆绳滑到一半 这一下给卡住了 然后呢 这个市长约翰逊不得不被绳索悬挂 在半空之中长达数分钟之久 而每日邮报的标题是 市长先生对伦敦奥运陷入混乱的警告 导致伦敦商业非常冷清 他还有时间在这里独自玩耍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版 下一版呢 就则佐证了这些说法 说每日邮报呢 采访了各行各业的这个从业者 剧院的票务工作者柯茨蒂 我们看就是他 说上周是全年销售最差的一周 那么开幕式以来 我们的戏剧票 售量是下降了40%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 这位呢 是市场的商贩艾瑞娜 说上个周末啊 我只卖了80磅 亏钱了 为什么呢 因为平时他能卖到450磅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 这是伦敦宝爷啊 伦敦的人力车司机迈克 他说我在伦敦干了五年了 这是我见过人最少的时候 平时我一天能拉150磅 现在我连一半都拉不到 再来看看伦敦的出租车司机 应该说伦敦的出租车呢 是非常贵的 但是呢 平常你也很难达到 但是呢 这个出租车司机说 这两天是我干这出租25年以来最差的 说星期一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拉了一趟活 那么他建议说应该在这种公共大屏上 多放一些奥运会的比赛 让大家多多出来来提振英国的商业 而其他人呢 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说客源稀少 生意冷淡 每日邮报的评论是 鲍利斯市长不仅把伦敦治理的井井有条 还能逗我们开心 他应该能当首相了 伦佳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